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报名 这期话题我们说印度和日本举行联合演习 规模很小 性质却很恶劣 6月14号的外电报道 日本海上自卫队出动两艘军舰 和印度海军的一艘驱咒舰 在印度洋举行的联合军事演习 参加演习的日本军舰 是陆导号训练舰 和赖护雪号训练舰 这两艘船原本都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 现役的驱逐舰 因为技术落伍而转为训练用途 印度海军出动的是库里10号轻型护卫舰 三艘军舰的动位都不大 技术落后战斗力不强 但是演习的性质非常恶劣 因为两国打出的旗号是 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这并不是个符合印度或者日本利益的主张 而是美国人的主张 把印度洋和太平洋两个名字连在一起 创造新词汇 本身就是为了反华之举 早在2018年 俄罗斯分析家就指出 美军太平洋司令部 更名为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 就是为了推进反华阵线 如果说日本作为美国的附庸 不得不跟着美国指挥棒跳舞 印度就是主动贴上来投靠美国 印度呢 一直把印度洋当做印度之洋 虽然有些狂妄吧 他还算是有点稚气 接受美国的印太概念 意味着在很大程度上就放弃了印度之洋的追求 仅仅是为了得到美国的支援 来反对中国 就放弃了坚守几十年的国家战略 让人怎么看呢 都像是那个把灵魂卖给魔鬼的福士德 魔鬼是不会和福士德客气的 就在2021年的4月 出于对印度采购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的不满 美国海军驱逐舰 约翰·保罗·琼斯号 就悍然进入了印度的专守经济区 印度方面其实并没有发现这件事 美国海军却主动打脸 按照印度的主张 在印度专守经济区 或者是大陆架进行军事演习 或者是演练 或者是军舰通行的话 是需要事先真的同意的 但美国就是要派约翰·保罗·琼斯去自由航行 由此可见 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 与印度是个什么关系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印度仍然继续坚守在所谓的反华四方里 这样的处境 加上印度的抗议工作完全失败 可能会推动印度上层 反思自己的政策 也可能会驱使他们走上更加极端的道路 中国通向阿拉伯地区和欧洲的海上航线 要进入南海 穿过马六甲海峡 然后沿着印度洋北部进入阿拉伯海 然后分成两路 一路穿过霍尔木兹海峡 进入波斯湾 另外一路穿过红海 苏伊斯运河 进入地中海和大西洋 从马六甲海峡西出口 到阿拉伯海的这一带航线 都处在印度洋的北部 如果印度打算出动海军 切弹航线 扣留商船 从军事角度看 它是可以做到的 现在印度国内 有威肃不少的研究者认为 印度有能力扼杀中国的对外贸易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幻想 印度会不会丧失理智 干扰中国的对外贸易 恐怕不能掉以轻心 在2020年2月份 印度就悍然扣押了 中国货能大翠云号的 运往巴基斯坦的设备 至今没有归还 印度名义上是为了防止巴基斯坦 把这一件设备用于导弹研制 但不少人都猜测 是印度研究机构 缺少这一类的设备 因此扣押下来 据为己有了 对外贸易和石油进口 事关中国的战略利益 和国家能源的安全 面对印度在印度洋上 越发的颠狂妄为 我们还是要有所准备 及早考虑相应的对策 在这儿要提醒印度的是 随着美国反华的节奏起舞 当心把自己的腰给闪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使命之一 是维护国家利益 包括维护国家能源通道的安全 印度如若想在印度洋上 卡中部的脖子 那就请你印度当心自己的脑袋 好 这句话你就说到这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